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车尾则采用比例更加紧凑的六倍式车尾设计 维登采用家族式的L型设计 辨识度还是非常高的 在动力方面 新车将搭载1.5T和2.0T发动机 其中1.5T发动机低高功率版本 最大输入功率分别为156马力和179马力 传统系统匹配6速手动或7速双离合变速箱 而2.0T车型的最大输入功率则为190马力 传统系统匹配7速双离合变速箱 并标配四驱系统 日前丰田正式发布了面向TNGA架构打造的 全新2.0升发动机以及2.0升混动系统 据悉这套全新的动力系统会在未来5年内 普及到丰田和雷克萨斯旗下的80%的车型上 这款全新的2.0升发动机 同目前已经应用的2.5升发动机一样 拥有40%的热效率 而混动款的热效率会达到41% 当然全新2.5升发动机上的很多新技术 也出现在了这款发动机上 最终该发动机的压缩比可以达到13比1 其可以在6600转每分时提供171马力的最大功率 在4800转每分时达到205牛米的峰值扭矩 在混动系统中这款发动机的压缩比为14比1 最大功率145马力 峰值扭矩则为180牛米 据了解这套2.0升混动系统将很快被运用在 全新一代风亭卡罗拉车型上 感觉朋友不凡关注一下 近日有媒体曝光了一组上汽大众 全新紧凑型SUV车型的测试叠照 提照中新车全身依旧覆盖有伪装贴纸 而从车头轮廓大灯细节以及隔山造型来看 这款新车的车头酷似大众图昂 风格较为硬排 此外新车大灯组内部布局和杜戈试条的走势 也与图昂较为类似 相较于车头 测试车尾的伪装要更加严密 可以看到盖车保留了斯科达科洛克的整体车身轮廓 甚至直接使用了科洛克高费车型的双5伏式轮圈 在细节方面 这款测试车采用了全新的尾门线条LED尾灯组 遍布车身的黑色防擦条 业与科洛克有所区别 此前有效益生 大众在巴西被一款全新的SUV车型注册了Thuro的商标 该车由斯科达负责研发 而此次曝光的极有可能就是该车的国产版车型 至于国产版会叫什么名字 目前还不得而知 感谢你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近日有外媒放出销一张 陆虎全新缆胜极光 除了传统的汽油版以及汽油混动版车型之外 还将会首次推出柴油版轻混合动力车型 该系统将由一台2.0T柴油发动机和48V电气系统组成 从而进一步优化柴油车型排放和燃油经济性 据官方透露 陆虎将计划在2020年前将柴油轻混合动力系统推广到旗下所有车型上 而在外观方面结合此前曝光的底照来看 新车在保留原有的车身线条的同时 针对前脸造型进行了升级 能够看出前隔山样式与蓝胜心脉有些相似 同时前大灯组拥有较多的伪装预计会采用全新的设计 新车预计将在2018年10月开幕的巴黎尺展上 正式亮相感应的有钱人 可以关注一下哦 日前从宝马官方获信新款宝马i3车型正式上市 提供了豪华型和增程型供消费者选择 相比老款车型新款i3针对外观设计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 标配全LED大灯 同时全新前保险杠两侧夸张的疗牙设计也使前脸看上去更加具有运动感 内饰方面新款宝马i3继续采用碳纤维坐舱 内饰提供真皮织物等多种座椅材质选择 秉承环包理念的新款i3内部采用了大量可再生材料 配置方面则搭载有最新版本的iDrive系统 高倍车型还提供10.25英寸的中控屏 并提供宝马云端互联系统支持手机远程操作 在动力部分新款i3搭载33千瓦时容量的锂电池组 电动机最大输出功力为170马力 此外新款i3还针对动态稳定控制系统和牵引力控制系统进行了优化 增强了车辆的操控感受 而新款i3增程型还配备有0.6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负责为电池充电 以实现增程 在价格方面豪华型定价37.98万元 而增程型则要卖到44.98万元 说实话这车对于有钱人来说就像玩具一样 而对于一般家庭来说根本买不起 这价位买回来也真心不太实用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散发关注微舍的微信公众号 获取更多更有趣的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